这里有些我确定你超想知道的事情 你知道如何把黑法染成金法吗 看吧我就说你想知道吧 那这个呢 房屋所能保证你的安全还是没用呢 侦探天生就擅长从谎言中辨明真相 还是容易上当受骗 这些问题只能由专业人士来解答 幸运的是 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都在网路上 而且他们也准备好与你分享他们所知道的事情 一危险的救生艇 水手们说救生艇演习比任何其他类型的海上事故还要更加危险 不信的是这是真的 似乎有一种船舶出现故障的频率比其他任何的船要高得多 那就是救生艇释放装置的故障 对于一艘船来说 发现一艘空旷的救生艇是很平常的事 而这艘救生艇实际上刚刚从海中央的另一艘船上掉了下来 想象一下在紧急情况下 这种类型的功能障碍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好在这种情况是相对罕见的 2.越大杯的咖啡 咖啡含量就越少 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希望你知道 当你在早上试着得到更多的咖啡因时 大杯拿铁就不是你该点的 实际上这种饮料越大杯 牛奶就会越多 而不是咖啡 因此大多数咖啡店实际上花在牛奶上的钱 远比在咖啡上花的钱多得多 只有冰咖啡才能会有三倍含量的纯咖啡 记住冰块最后会融化并稀释掉这杯饮料 所有其他尺寸的饮料只有两倍 一般来说 如果你只想要咖啡中的咖啡因 一杯小小的意识浓缩咖啡是最佳选择 3.和整个管弦乐团一起欣赏电影 管弦乐团只会为一部电影录制配乐 更多的是依靠电影本身而不是乐谱 他们在小型监视器上播放电影 提供有关暂停节奏和音乐强度的所有必要信息 不仅如此 这部电影也在指挥背后播放 所以整个乐团都能看得到 大多数指挥还会跟电影导演紧密合作 以便确实了解音乐在某个场景或另一个场景中的感受 4.如果损坏 电梯不会掉下去 反而是会生起 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这种情况 因为配重 在紧急情况下拉动电梯叫箱 电梯可能会掉下来 但这种可能性很小 对于电梯坠落不是一根 而是三根非常坚固的电缆断掉才会发生 每一部电缆都可以承载三吨半的重量 所以我只是说我从逻辑上看不到它发生 但即使可能自动速度传感器也会启动电缆周围的安全 断开装置以减慢其速度 即使这些安全措施不够 电梯竖井本身也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风险 当电梯下降时 电梯会在机舱下方形成一层巨大的加压空气 从而减缓坠落速度 电梯会在机舱下方形成一层巨大的加压空气 从而减缓坠落速度 最后轴的底部总是配备一些减震器 以减轻可能的冲击 所以你在使用电梯时真的不用太担心 除非有人放屁 5.网络安全问题 你知道的 你必须每90天更改一次工作账户的密码 但IT专家实际上没有理由这样做 他不仅无法阻止骇客 而且这种做法也可能对安全有害 每个新密码通常只是对前一个密码的轻微修改 是的 我这样做 几乎没有人每三个月就能想出一些原创的东西 提高公司信息安全性的主要目的 只是增加每个密码的困难度和独特 并且具有某种多重授权流程 6.你的身体正在做比你想象的更多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有多忙 但是一位肿瘤学家分享的秘密只是另一个层面 问题是你的身体每天都会产生无数个新细胞 其中一些细胞不能正常工作 更进一步地说 这些细胞还不能够成为肿瘤 它没有发生的原因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它不断地为细胞发育过程中的每一个错误寻找免疫 并在它们成为麻烦之前消除坏细胞 做得好免疫系统继续保持 7.家庭安全不是那么安全 我不太确定这是来自小偷还是安全专家 但是有一个男人声称 你的保险箱和锁是没用的 无论你认为自己的家是多么安全 你的厨蓄和所有的贵重物品都无法真正受到保护 这既是真的也是假的 问题是 这只是一个技巧和技术倾向于这个人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 这也是一个关于优先顺序的问题 如果房子有良好的安全性 那么小偷绝对没有理由冒险陷入困境 而一些普通的鬼鬼祟祟的人没有足够的技巧能够进入 所以实际上没有一个牢不可破的锁 但是一个好的锁是足以嚇阻大多数小偷 8.人们在溺水时通常不会求助 一位救生员在网络上分享他的故事 他救出了一个男孩 他只躲在距离其他人一英尺远的地方 他们没有注意到男孩的痛苦 因为他完全沉默 他太害怕 累得无法呼救 人们经常忘记的另一件事是 溺水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 除了死亡 是你每次呼吸都要与水搏斗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保持足够的呼吸 以大喊大叫 救生员的工作 不仅仅是善于游泳和提供急救 他们总是保持警惕 因为不是每个溺水的人都能引起注意 9.根本没有完美运转的飞机 这个忏悔来自商用飞机的飞行员 看起来他是对的 尽管情况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戏剧化 想象一下像飞机这样的机器有多复杂 以及一架飞机在整个服役过程中会有多少次飞行 从统计上来说 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处于完美状态是不可能的 而且 每架飞机都会定期检查所有系统 如果他需要一些维护 他就该得到 没有航空公司希望用一架失灵的飞机飞行 飞机上的大多数问题都很小 它们不会造成任何麻烦 10.如果你天生就有黑发 最好保持这种状态 每个专业美发师都知道 金色的头发可以染成棕色或黑色而没有任何问题 但反过来不是那么多 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往往需要多次造访理发师 这个过程对你的头发来说是没有用的 它最终肯定会失去健康的外观 所以 下次你看到一些名人一夜之间从一头黑发变成金发 你可以假设他们可能戴着假发 这样肯定比较好 11.人们不善于发现谎言 心理学家说 有一项测试有助于确定一个人检测谎言的能力 大多数人说在测试前说他们很难被骗到 但最终他们似乎和其他人一样糟糕 最令人不安的是 即使是一个受过测试的人 知道哪些人将对他们说谎或说真话 他们仍然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被骗 此外 经验丰富的侦探在侦查骗子方面与新手一样糟糕 不相信电视剧骗了我这么久 12.开裂关节不会引起关节炎 公平地说关节的咔咔声通常不意味着任何有害的东西 但当人们说没有咔咔声他们感觉不那么行动自如 他们说的是实话 你听到的声音只是二氧化碳气体的气泡 随着时间的推移聚集在关节中并降低其活动性 当拉动或弯曲关节时这些气泡被释放并从关节弹出 使其松弛并使其再次移动 好吧 这很有趣 让我们都把手指放在我们的脸颊上 发出一些砰砰的声音 这不是很有趣吗 好吧 让我们再次认真对待 啊下摆 你的专业领域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你可以与人分享的吗 请在留言区中告诉我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就给这个影片一个赞并与朋友分享 但是嘿 先不要去做救生艇演习 我们有超过2000个很酷的影片供你观赏 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左边或者右边的影片 点击它然后享受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